新冠疫情在印尼破大的传播 造成台商产业大多停摆 甚至面临倒闭 但随着疫情逐渐的稳定 印尼台商总会特别举办 产业交流会 了解台系面临的瓶颈 及产品的定位与合作的方式等 以提升台商在职场的竞争力 只是有一百位台商的产业 来参加这个产业参长 那来参加产业的了解 自己产品的定位 寻求合作的方式 以及贸易物件等 利用交流会树立品牌形象 提高高知名度 创造更多的商机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台商 在开发这个名牌的心理箱的时候 就能够规划想到这个疫情之后 后疫情时代的规划 出国旅游带的心理箱 一定要防病毒的心理箱 那是台湾制造的 像这些经验这些分享 都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这样更多的交流 能够帮助各位台商 在台湾更多打拼的机会 现场也摆设各种不同口味的台湾精致点心 美味的滋味令人是回味无穷 在疫情期间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虽然是在疫情期间 可是胜利品没有收到影响 因为我们有做环练的财购 先听先做先做先淘汰很新鲜 分享怀疑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